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导谷评测 本期评测的主角是来自于音频领域的顶尖品牌API推出的Transiformer LX Base Di API对于乐手朋友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品牌 因为Transiformer其实是API推出的首个针对吉他贝斯的系列 但并不意味着它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新手 API始于1968年,公司一直专注于高端的模拟调音台 以及模块化音频设备的研发和制造 至今已经是享誉全球的顶尖品牌之一 即使是最小的滚音台,价格也高达10万元 这次推出的Transiformer系列继承了API顶尖的做工和声音品质 采用了API传统的全分历史电路设计 以保证声音品质为首要目的,提及让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品色的这一台是第一版LX 新版的LX做了一些小改进,增加了Bypass的彩钉 调整了一些布局,但核心功能没有区别 证明有两大模块分为均衡和压缩 Gain是输入增益的调节 启用压缩时它又兼顾着压缩笔的调节 Clip是输入信号削波指示灯 闪烁时代表输入信号过大需要衰减Gain Camp分为6个档位,数值越高压缩的阀值越低 三段均衡可以提升或衰减15个DB 均采用中型的模式 Level是非平衡输出的电瓶控制 右侧是信号输入和18V电源接口 新款的电源接口被调整到了上部 左侧是6.5非平衡输出和XLR卡能输出 均有相位反转的功能 这个功能主要用于DI输出和相体实音 两路信号混合时避免相位问题损失音质 接下来我们进入试听环节 相比起老牌贝斯前级 API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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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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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